谈民主基金会董事会改组受到瞩目 而今年4月推举出董事长韩国瑜之后 520赖清德上任组成了新政府 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也将最新的董事会的名单来出炉曝光 政党代表方面 民进党提出的是沈柏阳、范云来担任新任的董事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沈柏阳就是要任职作战 赖清德其实也默许任职作战 而立委郑正前则表示说 民进党能够抓住的位置一点都不会放 民主基金会我也不认为他能干嘛 因为现场有很 沈柏阳有列入民主基金会董事 政党代表第一名 不过这也没什么 可是民主基金会的董事有很多人都很专家的 他不可能能够干嘛 可能您讲会列他有某种程度的含义吧 要不然那么多人为什么要他 我就是任职作战啊 这还用说吗 赖清德本来就支持任职作战啊 不要怀疑 那沈柏阳会发这种言 你刚刚询问我们观众的那些问题 沈柏阳背后是有一群人的啦 我认为他跟国安会是通的啦 那这个事实上大家也知道他是曹新城支持的嘛 那他结合的那些顾问也都是搞这个方面的嘛 所以赖清德就是要搞这件事嘛 搞不好已经在进行了 只是不告诉你而已啦 立委被监听有什么稀奇 对不对 那只是说他要扩大范围 之前光是院长要接董事长这件事情 按照往例 立法院院长接基金会董事长的时候 都还遇到很多的波折 然后他们在如何的给院长这边穿小鞋 讲一些有的没的 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民进党在这些事情上面 真的是他们能够抓在手上的东西 一点都不会放 所以说对于整个民主基金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对于整个他下一届当中的时候 会如何去运作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立法院现在也很多人在调 过去他们的补助 预算补助的状态是怎么样 其实已经有好几个委员特别在调了 然后大家也确实有发现 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妥事的地方 那我相信海员长接任之后呢 这问题应该是不会发生 虽然国民党团已经决定 花东签法等等到达到共识 以后才要再来推 不过总招傅坤奇对于执政党猛攻 这是两兆前坑法案说法相当不以为然 他说乐于从党政高层到媒体的措议 激进污名化之能事 散播谎话连篇 而傅坤奇说这不是为了任何人 而是全台湾都会去的一个后花园 从来就没有所谓两兆前坑 民进党政府用庞大的府院党的资源 网军彻翼人头上号 民嘴散播 政论节目 用了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去绑这些资源 不断的在这里污名化 花东这些建设是为全国2300万人做的 不是为谁做的 让大家在台湾岛上 能够成为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大家同岛一命 都是一个国家 一种人民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用人道的精神 更希望这是谁都会来到台湾的后花园 到今天为止 他要冒不为 要去为好为先 当然背后就是中国 所以这只是一个整个卖台机场 共同的节奏而已 常常补偿黄帝在后 人上有人 最后就是在中国 再下来台湾的所有控制者 就是韩国瑜一个人 所以他因为可以不行政中立 不协仓一直走过去 大家要清楚看这个局是什么局 朱立委里面也不必 你逃不了 你一路 你一路的称赞 这个情根法案 你一路在讲说 这些情根法案多好 和恩神也逼不了 你也是一样 你不要假装今天听不懂 你们和国民党 共同提案的 另外来关心 蓝牌之前在立法与联手 碾压表决方式 来通过国会的改革法案 不过因为没有充分跟社会来沟通 不少民众走上街头 展现轻鸟行动的决心 还有自主信民众发起了 罢免蓝尾的活动 立委罗志强怎么分心 带你看 罢免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只有蓝的 可能被罢免 实际上绿营也是有些人会罢免 所以因此 如果民进党要开这个 开这个焦土战 那当然 说真的 国民党也就是接招应战 也没有别的选项 如果他想要发动罢免 说真的 以民进党作为的话 他确实可以有一股 能量去罢免 至于哪一些人 在罢免的过程当中 是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基本上罢免大概是几个基础原则 第一个就是仇恨值要高 第二个就是他选区的结构 就是选票的落差比较近 这两个同时具备的话 当然罢免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至于所以负面声量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倒是 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到 为什么 因为新科委员 像我们是长期在经营网络 所以我们有基础声量 所以基础声量你就会发现说 基本上你要灌 就是人为是要灌 负面声量给我 相对难度也比较高 因为我本来声量 就是我的分母就比较大 所以你要灌进来就比较难 但新科立委 今天如果民进党有系统的 他既然灌特定人 这个负面声量去灌的话 基础声量想要分母小 所以我今天进到分子里面 我去用他的网军车去强贯这个声量 是有可能把负面声量打高 那你自己看那基本上 像我们比较过去比较空战系的 我们就发现这一波 基本上我们的负面声量 并没有提高 甚至你看我跟王宏威 我们的正面声量还是暴增 所以因此 这个其实这个数字 它有一点点就跟你的那个 声量的那个母数有关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 这就是真正的指标 最近国会改革打折立院冲突 外界观感不佳 5号韩国瑜现身内政委员会 旁听打架司法的修法 显示对议题的关心 也有多个民调显示满意度不降反升 立委正正前认为 韩国瑜尽可能维持一场和谐 另外朝野都关注打仗 韩院长实际上 他在主持议事当中的时候 我必须坦白说 他其实尽可能的希望 能够维持整个议场当中的一个和谐 所以我觉得院长他本身 就非常有亏 所以说他的民意的支持度 本来就一直都很高 那我觉得蓝白的支持度 往下降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是在选举紧绷之后 有点回归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韩院长的状态 其实坦白说他个人魅力 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档的状态 我讲一个简单的说 我们之前在国会改革 无法当中的时候 其实他在整个衡量 那个议场当中冲突的时候 我觉得事实上 他也是尽可能去满足 各方阵营的需求 打炸事法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朝野大家都希望去力推的 重要民生法案之一 那他去做这件事情 让国人看到是说 立法院不是都在吵吵闹闹 都在讲政治性的议题 大家对于民生有感的诈骗事件 是关注的 他是直接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 海员长昨天去内政委员会 我觉得事实上具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他事实上也在改变民众 对于整体立法院的一个感官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之前透露说 能够利用手机监控机会 游行人流详细资料 不过随后又改口说 这种资料只是用 只要用看的用膝盖想就知道 博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认为王一川能够用膝盖 做监控做计算 根本是走在科技最尖短 当时国家在处于疫情之下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传染病管制法 传染病法有法员 有法员做什么呢 我们就开始用比较 就用比较这个积极的做法 就用电信来作为一个 追踪足迹的工具 结果这个事情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之后呢 怎么突然间那天呢 我们的王一川大哥啊 在电视上面突然间啊 这个很炫耀的 然后这个讲 在解释他们这个民进党的 对群众的掌握能力 原来哦 有可能啊 我应该这样讲了 民进党这个疫情的这个管制 期间能够掌握足迹 掌握个人 掌握团体的这个技术 跟这个天网 在依法 应该已经结束的东西 他们居然非法继续在使用 他就嚣张啦 你们肥民经常吃你够够了 对不对 吃你够够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他就吃定你国民党了嘛 国民党都是垃圾嘛 王一川也改口了 他说他没有拿到资料啊 他是看人看片看直播 到现场看用膝盖想就知道 我们台湾人的政治人物的膝盖 有非常多的功能啊 我们韩院长你今天可以用膝盖走路了 然后这个王一川现在用膝盖可以来做演算 这个膝盖有膝盖AI化了 这个全世界科技的先锋啦 大概应该安排这个黄仁勋来拜访他 跟他学习他的膝盖怎么能够演算 演算群众人流 这个群体 这个团体聚会也能够用膝盖演算 这个都是胡说八道嘛 那现在就要欲盖弥彰 我没有要骂王一川人 我认为王一川是值得肯定 他的膝盖值得我尊敬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